各位贵宾 大家好 非常感谢各位来参加今天的论坛活动 说实在话 刚刚在听完 就是说WEF的专家的报告之后 他最后一页通影片是讲到说 未来两年跟未来十年 就是说全世界面临的重大危机 他所列的重大危机中间 没有任何一项是蓝色区块的经济领域 所以说当我看到这份报告的时候 我非常纠结 究竟请我来参加这个论坛 到底来做什么 但是实际上来讲的话 就它上面所列的各项危机中间 真正把它拆解出来的话 其实每一项都跟经济有关系 但是对我来说的话 整个经济的问题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活下去 就是说在未来一到两年之内 我们即将要面临到什么样的一个问题 那我们是不是能够 那就是说维持我们现有的生活 那让我们的财富能够 那就是说损失降到最低 所以说在今天在第一阶段 那就是说在我的报告中间 我会集中在 那就是说整个当前的全世界 所面临到经济跟金融的问题 这一个议题 那之后在一个座谈会的时候 我会再跟大家做更多的一些分享 那首先的话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说这一张一开始的投影片 投影片的准备好像有点错误 我第一张不是这里 漏掉了 这一张投影片是我的第一张投影片 第一张投影片的话 大家可以看到就左上角 那因为地缘政治的问题 那包括了美中的那政经的对抗 那以及俄乌战争的冲突 那加上那就是说中东的地缘政治关系 所以说地缘政治问题的话 使得新的保护主义兴起 然后过去的全球强调的一个经济合作 变成一个那板块化 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立刻导致了全球贸易量下降 整个生产成本开始迅速的上升 那紧接着下来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在右上角这一部分 那因为那就是说整个自然灾害 以及那就是说极端气候的那发生的频率 急速的上升 也使得那就是说整个那天然资源的生产 以及运送也遭遇到相当多的问题 那因此对于说那自然资源的稀缺性 那进一步的凸显 也使得各国之间的彼此竞争 也进一步的加剧 那在这样的一个那恶化的情况之下 那立刻导致了另外一个重大的问题 就是说在新冠疫情之后 因为有许多的那就是说患者 他出现到那很不幸死亡 或者是说他出现常新冠的一种状况 不管是在身体或心理上面 他们没有办法有效回到职场工作 那因此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全世界所有国家都共同面临到一个严重的问题 就是劳工短缺 那劳工短缺的话就是薪资上涨 生产成本进一步的上增 那加上结端的气候 那造成了那经济的损失 那各国也推升了生产制造的成本 对各国政府来讲的话 这时候就面临到一个问题 一方面来讲的话 就是说生产成本上升 通膨急速上涨 另外一方面的话 因为集团气候造成了那非常多的灾害 他必须要投入相当多的一些资源 来做这些灾后重建的一些工作 也导致了各国政府的债务债台因此而高足 那因此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我们就看到那我们现在所面临的问题 第一个就是说造成物价居高不下 对通膨因素出现一个结构化的问题 一方面是地缘政治因素 导致供应链必须要重组 那在重组的过程中间 生产成本自然而然会上升 那极端气候所造成的影响 也同样的使得那就是说 天然资源的稀缺性变得更为严重 所以说那这一部分的话也垫高了成本 那劳工的短缺薪资成本的上升 就变成说各国的物价 不是靠就是说连续十次升息 升息二十码之后 就在短短一年之内就能够解决的 那这个就通膨的结构化的话 会跟我们共同生活相当长一段时间 那我们如何有效地来面对这个问题 这是我们必须要高度关注的 那其次的话就是说各国政府在台的高足 那在下接下来如果再遇到经济的问题 或天然灾害的一个伤害 各国政府也没有能力来进一步的 来帮助各国经济 那维持它的稳定性 那这里面的话各国各国家的经济的脆弱性 因此就会再进一步的加重了 所以说这个也是我们必须要非常要小心的 那当这个经济 那就是说实体经济的越来越脆弱 那金融市场的震荡也会进一步的加剧 那这时候就会影响到所有人的财富 当财富缩减之后的话 大家缩衣结石 更加不敢消费 那整个成长动能会变得进一步的缓慢 所以说我们就会处于一个 那就是说长期低律律的时代 那这个是我们不乐见的一个状况 那在接下来的话我们可以看到 那就是说大家都在讲通膨 那都在讲停滞性膨胀 那这中间所造成的原因究竟是什么 我们可以从这一张影片上最上面可以看到 首先就是说 不管是天然或人为因素 导致了能源或者说原物料价格上涨 自然而然会垫高厂商的生产成本 厂商生产成本上升之后 它就会转嫁给消费者 那转嫁给消费者之后 那什么东西都涨就是薪水不涨 所以说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劳工就会要求加薪 那劳工加薪之后 厂商的那薪资成本上升 它又会转嫁给他的 那就是说下游的那是其他厂商 或者就再转嫁给消费者 那这个过程中间就让整个循环形成了 那在这个过程中间最可怕的一个东西 就叫做通膨预期心理 因为如果说物价上涨5个percent 但是跟员工跟老板要求加薪 只要求加薪的3个percent 那到最后那实质所得 还是减少了2percent 或者是说那上游厂商跟下游的 那就说的厂商 彼此之间那透过谈判来进行议价 结果到最后 那实际上的那生产成本上涨的幅度 超过于说它提高定价的幅度 那对说它在上游的原料供应商 它也造成它的损失 所以说在这样一个过程中间 每一个人都想尽办法 尽它最大的谈判的力量 把那它的那就是争取最高的利益 所以说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间 那就是说它的物价就节节上升 那到最后一发不可收拾 那这个就是1970年代 所谓停滞性的膨胀 那在这一个过程中间 我们可以看到 如果说各国央行采取那升息 来对抑制那需求 那想办法控制通膨的话 在这时候会让整个问题变得更糟糕 因为对所有的企业来讲的话 原物料成本上升已经受伤一次了 薪资成本上升 它受伤第二次 那央行升息 那资金成本上涨又受伤第三次 三件齐发之下 许多企业就不知倒地 结果到最后供需问题还没有办法获得改善之前 那这些厂商关门倒闭了之后 失衡的问题变得更加严重 这就是所谓的停滞性膨胀 就是高通膨伴随着高失业率 同时间出现这种情形 在过去1970年代曾经发生过 那在过去的话 我们也可以看得到 同样的例子也不断地一再重演 那我们首先可以看到在这边 在美国来讲的话 绿色那条线是美国的通货膨胀率 蓝色的话是美国的经济成长率 下面的那橘色那条线 是美国的那就是布兰特原油的价格 我们可以看到 每一次布兰特原油价格 因为不管是石油危机或其他的因素 当它的能源价格急速上升 导致美国通膨物价上扬的过程中间 一旦美国联准会蓝色那条线 它调高基准利率来对抗通膨的时候 结果都会造成美国经济陷入衰退 那包括了1970年代 1980年代 然后到了那就是说2000年这个时候 同样的故事再三地重演 那2018年几乎也发生过同样类似的问题 那一次美国衰退只有两个月 因为那就是说新冠疫情爆发 无限量的购债 那大规模的政府财政支出 让美国的那失业 那就是说衰退只延续两个月 但实际上来讲 那就是说Power的话 其实也已经几乎引发了一次 全球的一个衰退 那所以说这样的一个过程中间 我们对于说现阶段来讲 从去年开三月份开始 美国联准会 那就是说暴力式的升息 接下来会不会造成进一步的那问题 那这是我们必须要高度 小心注意的部分 那最后的话我们来看一下 那从今年3月9号开始 那就是说美国欧洲 那总共五家银行 那被关门 那就是被接管 然后引发了那种全球金融市场的动荡 在这一个过程中间 许多国家的央行都采取 那就是说分隔离的措施 首先他把那对抗通货膨胀 跟那就维持金融稳定 这两大目标加以切割 那就是说他持续的升息 来对抗通膨 但是另外一方面 他们采取那其他的一些特殊的措施 那给予市场融通资金 那帮助稳定金融市场的稳定性 那就是说 系列由这样的方式 那试图来解决市场的恐慌情绪 但是对所有的央行来讲 他有共同的三个目标 第一个就是说控制通货膨胀 第二个维持金融稳定 第三个是支持实体经济的成长 这三个目标的话 其实是串联在一起 现阶段来说 虽然说那各国央行 才透过提供融资管道 维持了金融稳定 那像最近来讲 德国股市 日本股市都大幅的上扬 那台湾的股市 也出乎意料之外 也回到一万六千点以上 但是紧接着下来 我们必须要密切关注的 就是说 这些主要的央行 这样一个分隔的措施 是不是能够持续下去 能够持续多久 那这是不是里面 必须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 因为我们可以看得到 那当各国央行持续升息 来控制通膨的同时 然后这时候就会导致的 那就是说 金融界的那就是说 富力差在进一步的扩大 我们可以看得到 从3月9号 矽谷银行倒闭之后 美国大型银行存款流失了 那1214亿 然后中小型银行的话 存款流失了2277亿 那对这些美国的银行 存款流失的话 这时候就影响到 他们在待放能力 另外一方面的话 他必须要想办法 支付更高的存款利息 然后那利率来吸引更多的资金 或者说避免他们 要那存款客户 把他们的存款给提领走 那就会加剧了 那就是说 所有的银行的富力差问题 那对银行来讲的话 因为过去 富力差问题的话 就是说他现在手中所持有的资产的报酬率 远低过于说他资金成本 所以说对许多银行来讲 现在都在流血经营之中 那一旦那就是说央行 那为了对抗通膨 维持高利率相当长一段时间 银行的富力差问题 会再进一步的扩大 结果到最后 那一方面会影响到 他们的待放意愿 以及待放的能力 那当中小企业没办法 或许设施当取得融资放款 整个经济成长都能就会放慢 那另外一方面的话 市场信心也会下降 金融市场的 那就波动就会再起 五家被接管的银行 目前来讲只是冰山的一角 接下来会有更多的银行 会陆续会爆发出来 相关的问题 那在最终来讲的话 那对央行最重要的一个目标 支持实体经济 这一个目标来讲 他们必须要面临严重的挑战 所以说我们在接下来的话 对主要央行的一个货币政策 我们大概可以做这样的一个预判 就是说美国联准会 如同市场所预期的 或许将会在六月份停止征息 然后观察过去的十四年 续征息之后 对美国实体经济 跟金融市场所造成的冲击跟影响 那接下来看看 那在第三季 美国经济以及金融市场 有没有自己进步的恶化 如果说有这样的情况的话 很可能就像过往一样 在八月底的 Jetson Ho全球央行年会中间 释放出即将降息的讯息 然后在下半年 那开始启动降息 那如果说那这些主要央行 没有办法有效控制 他们的货币政策的话 其实会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 因为我们看到 高通膨跟高利率 已经严重地影响民众的消费意愿 以及企业的投资意愿 那所以说对实体经济已经造成严重的伤害 那先进国家终端的需求 那不及 因为那受到这些影响 那不振的话 那自然然后加上全球化的脚步放慢 对也会拖累新兴市场 那到最后 这些主要央行的货币政策 控制不当的话 全球经济非常有可能在今年底 或明年初再次陷入衰退 以上是我的报告 那接下来有任何遗漏需要补充的地方 那晚一点再请各位先进执政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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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